中文龙序 叶公子 第2461章 要学会止盈 刚把马兰豹打一顿的张安琪 做梦也没想到 前脚才出于没多久的陈子彤三人 竟又被送回来了 这一刻 他整个人吓得魂飞魄散 他是见识过这三人实力的 只要他们在这里 被得福德山成教 索就绝对没人能够翻了天 就算是曼迪回来 也不可能是他们的对手 这也就意味着 自己打马兰给曼迪那投名状的行为 简直就是想瞎了心 惊恐至极的他 连忙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声泪俱下地说道 兰姐 对不起啊兰姐 我真不是故意的 我 我完全是鬼迷了 心窍啊兰姐 马兰恨疯了这个女人 咬着牙说道 你他妈还有脸说 你不是故意的 我马兰活这么大岁数 就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人 说完 他看向陈子彤 哽咽道 子彤 你可一定要为我做主 不能放过他啊 陈子彤不假思索地说道 兰姐 您放心 我生平最恨两面三刀恩将仇报的垃圾 不把他们三个人的两条腿全都打断 我就不姓陈 张安琪吓得脸色惨白 跪在地上不停地抽自己耳光 同时哭着说道 兰姐 求您别跟我 一般见识啊兰姐 我错了兰姐 您就饶了我这一次吧 张安琪那两个跟班 此时也是恐惧无比 都跟着跪在地上不停求饶 此时这三人也是悔不当初 原以为马兰失了事 可怎么也没想到 人家竟然这么快就翻了身 操场上那些看热闹的 甚至等着对马兰动手的人 此时也都傻了眼 他们一边在心里愤恨马兰的靠山又回来了 一边也在心里庆幸 幸亏自己忍住了 没着急动手 不然的话 肯定要被这三个女人垂死 马兰心里自然是怒不可遏的 他恨不得亲手把这几个女人的腿砸断 可一想到自己眼下还得赶紧去看医生 便也只能对陈子彤交代道 子彤一定不要放过他们 只要他们还在这里一天 就不要让他们好过 陈子彤毫不犹豫地说道 放心吧兰姐 说完 他故意问了一句 兰姐 您这是要出狱了吗 啊 我啊 这一瞬间 马兰忽然有些犹豫 陈子彤他们不在的时候 马兰是一万个想走 恨不得长出一对翅膀 直接从这个炼狱飞出去 可是眼下陈子彤回来了 他心里又对贝德福德山成教所有些不舍了 毕竟他在这里体验到了人生的巅峰 那种唯我独尊的感觉令他十分上头 夜晨此时从高处远远看着自己那个丈母娘 心中也有些好奇 不知道自己这个丈母娘到底能不能长记性 如果他眼看陈子彤三人回来 又决定暂时不出狱了 那真是无可救药 而马兰经过几分思想斗争之后 艰难地开口说道 是啊 子彤 我 我要出狱了 陈子彤微微一笑 点头说道 兰姐 您放心出狱 这些垃圾 我会帮您好好教训的 您要是还有需要教训的人 直接把人民告诉我 我来解决 马兰一听这话 立刻重重用力地点了点头 脱口道 子彤 你回牢房之后 一定给我好好教训教训那个克洛伊和杰西卡 你们中午刚走 这两个王八蛋就跟我翻脸了 你们可千万不能放过他俩 陈子彤郑重承诺道 兰姐 您放心 只要我们还在这里一天 他们就不会有好日子过 这时一旁的狱警开口对马兰说道 兰姐 我看您还是先跟我去医务室吧 让医生检查一下您的伤势严不严重 马兰感觉自己的右腿疼得钻心 忍不住哽咬道 能不严重吗 我的腿好像又断了 说着 马兰连忙问他 能送我去医院吗 顺便把我的手机还给我 我想给我女婿打个电话 狱警开口道 您女婿已经来了 正在外面等着接您出狱呢 真的 马兰顿时欣慰无比地说道 快 快带我出去见他 狱警赶忙找来一名同事 两人一起将马兰架着离开了操场 让马兰无比欣慰的是 他人还没走远 就听见后面张安琪等人 发出的惨烈哀嚎声 陈子彤三人没给对方任何喘息的机会 直接便对着他们大打出手 听着那几人的惨叫 马兰的心情才算是稍稍舒坦了几分 而此时的夜晨已经在贝德福德山城教所的家属 会见去等着了 很快 鼻青脸肿的马兰 便被狱警抬到一张轮椅上推了出来 见到夜晨那一刻 马兰顿时放声大哭道 好女婿 妈的腿又被人给打断了 这可怎么办啊 夜晨无奈地摇了摇头 他也没想到 那几个华裔女人打马兰的时候 能下手这么狠 不过 这也确实是 马兰自己就有自取 他若懂得 见好就收 在第一次准备释放她的时候 痛痛快快地出去 这顿打自然 也就能避免了 于是夜晨只能开口道 妈 那我先带您去医院吧 您的腿的 尽快先看看 免得留下什么后遗症 马兰一听这话 连忙点头说道 对对对 快去医院 我这条腿断的次数太多了 要是恢复不好 以后万一成脖子就麻烦了 夜晨随后请预警帮忙 把马兰搬上了车 随后便驱车驶向纽约市区 同时还不忘拿出手机 给费剑中发信息 询问她费家医院的位置 打算把马兰送过去 简单治疗一下 此时的马兰坐在后排座上 哭着说道 好女婿 妈可真是后悔死了 早知道会有今天 妈昨天就干脆利索的出狱的了 这下可好 这条腿没一两个月 又下不了地了 你说我这个命 怎么就这么苦啊 夜晨不解的问道 妈 这监狱里面就这么舒服吗 您这一进去都不愿意出来了 马兰兴兴道 妈不是在电话里跟你实话实说了吗 主要就是 妈在里面认识了几个特别能打的华夏姑娘 有他们罩着我 我在贝德福德山 无人敢惹 谁见了我都要恭恭敬敬的叫我一声拦截 那感觉别提多过言了 夜晨善笑一声 认真道 妈 你知道什么样的人 才能从赌场赚到钱吗 马兰摇摇头 好奇地问道 是老千吗 不是 夜晨淡淡道 是懂得及时止赢的人 才能从赌场赚到钱 只要你还在赌场里 就要明白一个道理 钱在赌场里不是钱 只是一堆一文不值的塑料片儿 只有把赢到手的塑料片兑换成现金 并且走出赌场大门 那才叫赢钱 如果选择继续留在赌场里 很可能最后把手里的筹码全都输光 甚至把来时的本钱也都搭进去 说着 夜晨又道 对您来说也是一样 您在贝德福德山有人罩着 过了几天 没人敢惹的眼 这就是静传的 这种时候 一旦时机合适 您就要赶紧指营 落袋为安 否则的话 很有可能就要连本带利地吐出去 马兰愣了片刻一脸懊恼地说道 好女婿你说的对啊 妈怎么就没想明白这个道理 我要早明白这个道理 我现在早就在外面活蹦乱跳了 上门龙序 夜公子第2462章 骂出狱了 夜晨对马兰此时的幡然醒悟 已经完全不放在心上 他只是在心中暗存 马兰现在这个样子 要是带回普罗维登斯 萧出然看到了 肯定会很心疼 而且 这马兰腿又断了 生活自理能力损失大半 要是把他带回去 谁来照顾他的生活起居 萧出然还要上课 自己照顾他又不方便 所以最好的办法 是让他留在纽约治疗 不过 这样还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怎么让马兰 心甘情愿留在纽约 另一个是怎么跟老婆 萧出然解释 但当务之急 还是先把马兰送去医院治疗 虽说他这腿伤 半颗散血救心丹 就能让他立刻生龙活虎 但叶晨还是觉得 把丹药用在马兰身上 多少有些浪费 于是叶晨先驱车 将马兰送到了费家的私人医院 由于费剑中提前打过招呼 医院上上下下严阵以待 马兰刚到 便立刻被几名护士 小心翼翼地抬下了车 随后用轮椅推去了 骨科的治疗室 一群骨科专家围着马兰 用尽各种专业手段为他治疗 让马兰又找回了在贝德福德山成教 所当鬼见仇的感觉 经过医生诊断 马兰的右腿虽然有一定骨折 但好在不算太严重 不需要手术治疗 但还是需要进行石膏固定 再配合药物治疗和修养 随后为了让马兰能更好的休息 他们直接把马兰安排在了最好的病房 其内部豪华程度比豪华酒店的套房还要高档得多 几名护士轻手轻脚地把马兰搬上病床 为他调整到最舒适的角度 然后其中一名护士便对马兰说道 马女士 您稍等片刻 我去给您拿些水果和点心 您先补充一下体力 好的好的 真是辛苦你了 马兰由于用少了阵痛蹦 马兰整个人状态好了许多 再加上躺在舒适的病床上 他也终于重新有了笑容 女护士毕恭毕敬地说道 马女士 您客气了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待女护士出去之后 马兰眼看着周围那奢华的环境 忍不住对叶晨感叹道 好女婿 这医院的硬件条件也太好了 这病房至少得有上百平米吧 这么豪华的病房 住一天不得上千美金啊 叶晨笑道 妈 这医院是我客户自己家开的 他已经说了 您在这里的治疗不用花一分钱 而且绝对给您安排最好的医生护士 还有最好的病房 不花钱 马兰惊呆了 脱口道 妈呀 不花一分钱住这么高大上的病房 这可真是太爽了 刚说完 女护士敲门进来 带着一盘非常精美的果盘 以及甜点 她将餐食都放在 马兰面前的小桌板上 恭敬地说道 马女士 您先吃点水果点心 另外 我要跟您介绍一下 您床头的屏幕 其实是一块触摸屏 里面有一个下单界面 您可以在上面选择您喜欢吃的餐食 我们会第一时间给您送过来 马兰惊讶地说道 妈呀 这么贴心 我看看你们这都有什么好吃的 说着 她点开下单界面 惊呼道 中餐 法餐 日餐 一餐 妈呀 你们竟然有这么多菜单 一般酒店也没这里的菜单品种多吧 女护士点头说道 我们有许多合作的米其林餐厅 一般您选定之后 餐厅会在一个小时之内 把您点的餐送过来 所以您要稍微提前一点下单 免得等待时间过久 马兰连忙问道 这上面怎么没标价格啊 没标价格 我可不敢点 万一这一顿饭吃掉几千美金 那岂不是要把家吃破产了 女护士解释道 马女士 您现在所处的 是我们医院的顶级VIP病房 一般这里 都是给我们总裁的家庭成员内部使用的 所以您住在这里 一切消费都不需要买单 我的妈呀 免费的 马兰又惊又喜的问道 那这上面还有什么甜点 饮料 香水 护肤 SPA 这些也是免费的吗 对 女护士点头道 所有能提供的服务 都是免费的 您喜欢什么 可以随便点 如果有不适合您现在 这种身体状况的 我们会给您一个专业建议 马兰激动无比的说道 好的好的 那我稍后仔细研究研究 女护士 微微鞠躬道 那您有事随时按呼唤铃 我就在您隔壁护士中心 待命 待女护士 离开病房之后 马兰看着夜晨 一脸赞叹地说道 还得是我的好女婿啊 也就你能有这么大的本事 这么好的地方 看病住院不花钱 吃喝用度也不花钱 要是没时间限制 我能在这住到我八十岁生日 说着 马兰迟疑片刻 实验性地问道 好女婿 你说妈能不能就在这里住着 好好休养休养 暂时就不去普罗维登斯了 夜晨没想到马兰竟然主动提出不回普罗维登斯 于是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道 其实我也觉得您留在这里会比较好一些 因为这里有最好的医生和护士 他们能够二十四小时给您提供最好的治疗和照顾 比去普罗维登斯要方便多了 毕竟在普罗维登斯也没人能二十四小时在您身边照顾 马兰连连点头 认真道 反正在这里又不用花钱 而且什么都还有人伺候着 这么大的便宜 不占白不占 说着 马兰又道 哎对了 初然的课程估计也就剩下个把礼拜了 到时候你们肯定是要从纽约走的 依我看 不如我就一个人在这里住着休养 你先去普罗维登斯陪着初然 等初然结业之后 你们俩再来纽约把我接上 咱们一起回金陵 夜晨点了点头 道 这个安排倒是挺好的 不过唯一的问题是初然一直很担心您 得先让他知道您出狱了 他才能放下心来 而且还不能让他知道您腿受了伤 不然的话 他肯定会第一时间赶来纽约看您 这个简单 马兰不假思索的说道 一会儿我给初然打个电话 就说我已经出狱了 然后又在监狱里面认识了一个关系 非常要好的育友 育友邀请我在纽约晚几天 所以我就先不回去了 什么时候等你们从普罗维登斯到纽约来了 到时候我在跟他实话实说 夜晨觉得马兰这个主意不错 于是便开口道 行 既然这样的话 那妈您就给初然打个电话吧 马兰掏出自己的手机 冲了惠儿店让手机开机之后 便第一时间给肖初然打了个电话 肖初然此时刚从学校回到酒店 忽然看到妈妈的手机号给自己打电话 整个人先是一争 随后便意识到 妈妈很可能已经出狱了 于是便立刻接通电话 激动不已地问道 妈 是您吗 马兰连忙说道 是妈妈初然 妈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妈已经出狱了 闻龙旭 夜公子 第2463章 只是个时间问题 听到马兰说 自己已经出狱 肖初然立刻松了口气 激动不已地说道 妈 你现在在呢 夜晨有没有跟你联系 马兰忙道 夜晨就在我跟前呢 就是他帮我找的关系 才把我给放出来的 肖初然心中格外开心 连忙说道 妈 那你赶紧跟夜晨回来吧 你不知道这段时间 我有多担心你 马兰抿了抿嘴 尴尬道 那个 初然啊 妈不想去普罗维登斯了 那地方实在没什么意思 不如留在纽约晚几天 刚好妈在监狱里 认识了一个朋友 我俩同一天出来的 她邀请我在纽约待几天 肖初然一听这话 几乎毫不犹豫地拒绝道 妈 你可千万不要 再相信外面的人了 你怎么进的监狱 你自己心里还没数吗 外面那些人 根本就不是真心实意 想跟你做朋友 都是有所图 才接近你的 马兰解释道 挨压不会的出然 妈在监狱里 认识的这个朋友 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人 她跟妈一样 都是被歹人陷害 才进的监狱 说着 马兰搬出监狱里 遇到的那位同胞的故事 感叹道你知道这个姐妹是怎么进的监狱吗 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 就是因为在美国卖大闸蟹给华人同胞 结果有一个傻狗没买到 转手就把人家举报了 结果就给人家弄到监狱里去了 还罚了不少钱呢 你说这世界上怎么就有这么坏的人呢 萧初然也有些不理解 但她却还是有些担心的说道 妈你好不容易才出狱 我真的不放心 你一个人在纽约 要不你还是听我的 跟夜晨一起回到普罗维登斯来吧 马兰坚定不移的说道 哎呀 初然 要相信吗 这一次看人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放一万个心 你妈现在还能有什么让人骗的 说着马兰怕萧初然还不同意 便倔强的说道 反正我已经答应我那个姐妹了 说什么我都要在纽约 好好的晚几天 萧初然无奈便开口道 妈那你把电话给夜晨 好 马兰赶紧将手机递给夜晨 随后冲她使了个眼色 夜晨接过电话便开口道 喂老婆 电话那头的萧初然问道 老公你见到妈说的那个朋友了吗 靠谱吗 夜晨为了配合马兰 也只能随口说道 看到了还挺靠谱的 而且我在纽约也拜托客户多帮忙 妈在这里肯定没问题 你就放心吧 听到夜晨的话 萧初然才算是松了口气 无奈说道 行吧 以我妈那个性格 只要是她决定的事情 就是扒匹马也拉不回来 既然你都觉得靠谱 那我就不跟她争论了 说着 萧初然又道 老公 这次的事情真的是太辛苦你了 为了我妈闯的火忙前忙后 谢谢你 夜晨微微一笑 柔声道 老婆 你跟我还用得着 怎么客气啊 再说你妈是我的丈母娘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份内事 萧初然轻轻恩了一声 问她 老公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回来啊 夜晨心里暗存 自己眼下在纽约的任务已经完成 也该回去陪萧初然了 于是便开口道 我稍后就回去了 几个小时车程就到 萧初然提醒道 对了老公 你别忘了 好好谢谢你那位客户 人家这些天肯定 也没少操心帮忙 不如晚上 请人家吃顿饭 要是时间足够 就等吃过饭 再开车回来 要是时间不够 就明天一早回来 也没问题 咱们不能让别人觉得 咱们失了礼数 夜晨倒是没打算 请费剑中吃饭 不过萧初然 既然这么说了 他倒是打算先去 跟洪武和陈泽凯交代一声 让他们暂时先留在 纽约的白金汉宫待命 于是他便对萧初然说道 好的老婆 那我看着安排一下 完事就尽快回去 夜晨挂了电话 便对马兰说道 妈 这几天您就在这 好好休养一下 我去跟客户见个面 然后就回去 陪初然了 去吧去吧 马兰笑呵呵地说道 妈在这儿 肯定会被照顾得很好的 你跟初然 不用担心妈 夜晨自然不担心马兰 费剑中这家医院 给马兰的待遇 基本上是费家核心成员 才能享受到的最高级别 马兰在这里养伤 一定会让他觉得 自己这次断腿断得物有所值 于是夜晨告别了马兰 准备前往白金汉宫酒店 不过就在 他刚坐进车里的时候 他忽然接到了一个电话 让他感到意外的是 打来电话的人 竟然是前两天刚刚回家 与家人团聚的李亚林 夜晨接通电话 好奇地问道 李探长怎么这时候 给我打电话 你不是应该在休斯顿 陪家人吗 李亚林善笑一声 道 夜少爷 我到纽约了 预定了晚上的航班 非中东去叙利亚 所以想问问 您还在不在纽约 如果您还在纽约的话 我想约您见一面 当面聊聊 夜晨心中有些惊讶 他并没有打算让李亚林 这么快就投入到 调查那个神秘组织的工作中来 毕竟他也算是从鬼门关走了一遭的人 这种时候肯定更希望能够多和家人待在一起 所以夜晨给他留了至少一周以上的时间先与家人团聚 可是满打满算 这也才刚过去两三天 李亚林竟然就已经到纽约了 不过夜晨倒是没有在电话里询问太多 而是非常爽快地说道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们就约在白金汉宫见面吧 李亚林不假思索地说道 好的夜少爷 那我现在就赶过去跟您面谈 二十分钟之后 夜晨先一步抵达白金汉宫 当他刚到总统套房里的时候 红武快步来报 夜大师 那个李探长来了 夜晨点点头 让他进来吧 红武赶忙将一身休闲装的李亚林请了进来 一见夜晨 李亚林便满是尊崇的向他拱了拱手 恭敬道 夜少爷 咱们又见面了 夜晨微微一笑 指着面前的沙发 说道 李探长请坐吧 不是给你留了一周以上的时间 在休斯顿跟家人团聚吗 怎么这么快就准备去叙利亚了 李亚林自嘲一笑 感叹道 女儿女婿每天忙着看车看房 也没什么时间陪我 我也不想继续留在休斯顿浪费时间 打算先去叙利亚 跟您上次抓到的活口见一面 了解一下具体细节 夜晨眼见 李亚林神情之中有些落寞 会心一笑 开口道 李探长 人有七情六欲 物欲便是其中极其重要的一种 人们努力赚钱 想要一个更好的生活 这其中物欲至少占了一多半 年轻人追求物欲享受生活 这也并不是件坏事 你也不必过于在意 是 李亚林轻叹一声 无奈地点了点头 他也知道夜晨说的没错 只是心中依旧难免有些许失望 夜晨劝他一句 随后便刹开话题 开口问道 李探长 你这次有没有想好要从哪里作为切入点 来调查那个神秘组织 据我之前得到的口供 这个神秘组织的信息保护极其严密 想找到他们的线索 怕是没那么容易 李亚林认真道 这个问题 我这几天仔细考虑过 他们把相关线索隐藏的确实非常好 无论是那些死士 还是您的小舅妈一家 基本上都没有留下什么 跟这个神秘组织有实质性关系的线索 就像您跟我说的 那些死士为这个组织卖命数百年 却连自己究竟身处何处都不知道 这种保密手段 可以说是闻所未闻 说着 李亚林又道 不过我觉得可以先从大范围一点点进行缩小 比如先想办法调查一下 那批死士的驻扎地 究竟在七大洲中的哪一个 锁定了具体哪个洲 再想办法进一步细化 叶臣感叹道 想确定他们在七大洲里的哪一个 恐怕都没那么简单吧 毕竟这帮死士这么多年 一直暗无天日 他们自己都没找到什么线索 李亚林胸有成竹地说道 只要您抓到的那个活口 配合度足够高 并且记忆力足够好 那么我是有机会与他一起锁定出大概范围的 说着 他进一步解释道 叶少爷 无论他们被藏在多么隐蔽的地方 他们都无法摆脱重大地质灾害的影响 如果发生地震 他们一定会有感觉 而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场可被探测到的地震 相关部门也都有明确的记载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 他们肯定记得发生过多少次能够感觉到的地震 可问题是 他们没有准确的时间轴 也没有外界的信息加以佐证 说着 他从包里拿出一份打印的文件递给叶臣 开口道 叶少爷 这是我这两天统计出来的最近二十年里 全世界发生的重大自然灾害 其中以严重的海啸 地震 台风为主 如果能跟对方的记忆大概对上 那他的每一次记忆都会成为一段坐标 只要坐标足够多 就能帮我找到他们的大概位置 叶晨试探性地问道 难道就像所谓的通讯基站定位 没错 李亚林重重地点头说道 就是这个意思 每对应上一次重大灾害 就能一定程度上缩小他们的范围 如果能对应上印尼大海啸 那就证明他们所处的区域 在印尼海啸的覆盖范围之内 如果还能对应上十一年的日本海啸 那他们所处的区域 就在两次海啸覆盖范围的重叠部分 这样一来 找到的线索越多 定位就越精确 叶晨不由赞叹道 李探长果然是文明全美的华人探长 这种办法都能想到 看来你查出他们的具体下落 应该只是个时间问题 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2464章 接触是相互的 叶晨曾一度觉得 寻找五四七那一脉死似的具体地址 恐怕难如登天 究其原因 是因为那个神秘组织 将死士掌控得极其严密 不让死士感知到准确的时间 也不让他们感受到外界的光线 温度 声音以及四季变换 所以五四七甚至不知道 自己生活的地方 到底处在七大洲里的哪一个 更不知道自己究竟处在热带 还是寒带 连唯一的火口都拿不出什么实质性的线索 外人还想找到这里 恐怕就更不可能了 但是 利亚林准确地找到了 那个神秘组织无法掌控的线索 地震 海啸 台风 每一个都是威力巨大的自然现象 如果说强大的掩体 尚可隔绝台风与海啸 那即便再强的掩体 也不可能隔绝地震 所带来的强烈震感 那些被囚禁在暗处 亦或者某种地下公室内的死事 或许感知不到阳光与星空 感知不到外界真正的声音和温度 但是 当地震来临的时候 无论他们身处 多深的地下 或者洞穴 他们都一定会有所感觉 而且 剧烈的地震并不常有 如果曾经发生过 不需要很精确的时间线 也能够判断出一个大概 如此一来 只要线索相对吻合 那大概率就能对应上 不过 李亚林倒是没有过分乐观 他表情凝重地对夜晨说道 夜少爷 您说的那个活口 是目前能找到的 与那个神秘组织 有关联的唯一线索 如果能顺利找到他们的铸地 才有可能找到背后 那个神秘组织的线索 但如果我找不到他们的铸地 或者我找到的时候 他们已经将这一批死士撤离 那恐怕线索就会彻底断掉了 毕竟上次那批死士的任务 彻底失败 说不定那个神秘组织 会因为谨慎起见 把所有死士转移到其他地方 夜晨点了点头 认真道 我觉得他们大概率不会撤离 你想象 他们为什么要费那么大精力 隐藏这个铸地 甚至用尽心思 阻隔这些死士的感知 就是因为这样的铸地选址 建造和维护 都需要很长的时间和成本 轻易不能更换 所以他们才要确保 这些被派出去执行任务的死士 对他们生活的地方一无所知 如此一来 即便他们失败了 被俘了 他们也无法供出 这个铸地的切实信息 李亚林点头道 如果是这样 就最好不过了 死士的铸地 一定是由这个组织的核心成员 严密看守 只要能够找到这个铸地 就能够顺藤摸瓜 找到这个神秘组织的脉络 说着 他抬头看向夜晨 问道 夜少爷 以我多年 从警的经验 总结出一个 亘古不变的道理 那就是 接触永远是相互的 夜晨淡淡道 李探长 不妨展开说说 李亚林道 警匪骗看多了 会让人觉得警方 好像总能在犯罪分子 完全没有察觉的情况下 找到对方 并且将对方 牢牢掌控直至一网打尽 但那种犯罪分子 都是水平相对比较低的 有相当一部分高智商罪犯的嗅觉 十分灵敏 我们刚找到他的线索 还没锁定他身份的时候 他就已经发现了我们 等我们再想 深入挖掘线索的时候 对方早已经消失不见 您说的这个组织 实力极其强大 一旦我真正开始 接触到他们的时候 很可能他们也会发现我 而且这不是警察抓罪犯 警察抓罪犯 一般情况下 最坏的结果 无非就是人跑了 没抓到 但是这个神秘组织的实力 比我强太多 甚至可能比您还要强 一旦我们和他们产生接触 那情况很可能会失去控制 我们甚至都有可能 暴露在他们面前 说到这 李亚林表情凝重地说道 叶少爷 我跟您说这些 并非是因为我怕死 或者打退堂鼓 毕竟我这条命是您救的 妻儿老小 能有今天 也多亏了您 哪怕我死了 也无所谓 只是希望您能提前 做好准备 一方面保护好自己 另一方面 如果可以的话 也请尽量保护好 我的家人 叶沉沉默片刻 表情郑重地说道 李探长 你眼下需要做的 就是跟五四七一起 利用你的专业技能 你手里的自然灾害数据 以及五四七的记忆 在无接触的状态下 先把对方的位置锁定 如果真的需要接触一下 我会亲自出马 不用你冒险 李亚林连忙解释道 叶少爷 我不是怕冒险 叶沉点点头 我知道 我也不怀疑你的胆量 可就像你刚才说的 接触是相互的 谨慎起见 如果真的需要做接触 我去接触 肯定比你去接触更加稳妥 所以你只管前期调查 剩下的交给我来决定 李亚林的目的 就是要提醒叶沉 一定要小心再小心 谨慎再谨慎 眼见叶沉已经接受了自己的建议 李亚林也算是放下心来 开口道 叶少爷既然这样 那我就没什么后顾之忧了 等我有了进展之后 会第一时间告诉您 晚上 当叶沉驱车返回普罗维登斯的时候 李亚林乘坐围真航空的航班 经伦敦飞往黎巴嫩首都贝鲁特 经过了12个小时的飞行 带飞机在贝鲁特落地之后 万破军亲自用直升机 将它接到了万龙殿位于叙利亚的基地 由于万龙殿的基建资金极其充沛 眼下的基地已经有了一个规模了得的雏形 大量来自中东各地的工人 正在这个硕大的工地上 24小时不停地施工 而基地建设采用的各种高端重型机械 甚至几乎只有在发达国家才能见到 当李亚林亲眼看到 数台利伯海尔750吨全地面起重机 正在万龙殿基地周围 吊装锋利发电机组的时候 他整个人看得目瞪口呆 他下意识问万破军 万电主 这些锋利发电机组 也是万龙殿自己的吗 万破军点了点头 笑着说道 万龙殿的电力来源有几种 锋利发电只是其中之一 不远处那座山上 我们已经投建了大量的光伏发电 白天用光伏 晚上用锋利 不够的有叙利亚官方供应 等发电基本到位之后 还会投建大型储能基站 除此之外 敘利亚这边的石油 八成以上都被美国倒采 敘利亚政府一毛钱也得不到 所以他们有计划给我们一个开采许可 到时候我们可以自己勘探并开采石油 然后投建一个炼油厂和石油发电厂 李亚林听得骇然 脱口道 这个阵仗也太大了吧 万破君淡淡道 叶先生安排的 他让我把这里建成永备基地 所以基础建设肯定是要做好多手准备的 而且叶先生给了上百亿美元的经费 所以我们打算多投入一些资金 拿金钱换时间 李亚林不由赞叹道 叶少爷做事果然大手笔 若是这个基地彻底建成 或许就能跟那个神秘组织一较高下了 说着 他连忙问 对了万殿主 叶少爷说的那个活口 现在在呢 万破君道 五四七在保密等级最高的核心区 李探长请随我来 帐门龙序 叶公子 第2465章 水是咸的吗 在万破君的带领下 李亚林来到了万龙殿在这里的核心区 所谓核心区 是在万龙殿基地的正中心一个四平方公里的中心区域 虽然眼下基地还未完工 但核心区已经竖起了高墙 而在高墙内部 是大量高低不同的框架式建筑 这些框架式建筑 都是万龙殿从华夏采购的模块化建筑单元 经过快速组建 便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投入使用 不过 这些建筑只是暂时过渡 一旦永被基地建成 这些建筑就会逐渐拆除淘汰 万破君带着李亚林来到一栋六层建筑里 此时的建筑内部 快速装修已经结束 虽然外面还是热火朝天的工地 但里面已经基本看不出施工的痕迹 数分钟后 李亚林便在这栋建筑的顶层 见到了已经失去手脚的五四七 这段时间五四七成了万龙殿的战术指导 虽然他没了手脚 但他还是将自己当死士时所掌握的各种阵型 倾囊相授 让万龙殿的士兵 一下子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掌握了许多前所未有的灵活战术 为了研究如何破解这些死士的战术 万破君又安排多名万龙殿高层 与五四七一起研究克制死士战术的办法 而为了确保五四七的秘密不被泄露 这栋楼只有万龙殿真正意义上的高层 才有资格踏足 而五四七本人也从不离开这栋楼半步 此时的五四七正在与万龙殿的几名教官 沟通讨论战术 万破君将其他人请了出去 随后邀请李亚林进来 对五四七说道 小五 这是叶先生请来的李探长 他是来调查你背后那个神秘组织的 希望你能好好配合李探长 把你知道的所有信息都跟李探长说清楚 五四七看到李亚林 整个人仿佛见到鬼了一般 骇然无比 他并没有听说过李亚林的大名 也不知道他的来历与背景 但他记得李亚林的脸 记得当初去暗杀安家人的时候 电梯门一开 他首先见到的就是面前这个李亚林 当时他甚至还是第一个开枪向李亚林射击的人 所以他很清楚李亚林当时中了多少枪 也可以断定李亚林根本不可能有活下来的机会 正因为如此 当他看到李亚林那张熟悉又陌生的脸时 他整个人慌乱到了极致 李亚林也知道 这人就是当初险些杀掉自己的罪魁祸首 不过他倒是没有动怒 只是微微笑道 看你这个惊讶的样子 应该是还记得我吧 五四七吓猛了 忍不住道 这这怎么可能呢 当时当时那个人是你吗 李亚林淡然一笑 说道 如果你说的那个人 是被你们在电梯门口打成马蜂窝的那个人 那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 那就是我 可是可是这不符合逻辑啊 五四七疑惑的说道 你当时被打了那么多枪 身体当时就死了 明明已经不可能再就活 李亚林点了点头 认真道 我本来是必死的 但万幸有叶先生 所以我又活了过来 叶先生 五四七一下子想起 叶晨那惊世骇俗的实力 而且叶晨还能弹指间就破掉 舒服自己三十多年的毒药 随后他又想到 李亚林当时身中 几十枪到底的样子 心里更是对叶晨佩服的五体投地 于是 他很是惭愧地说道 李探长 当初的事多有得罪 还请您见谅 李亚林点点头 但然道 你也是奉命行事 可以理解 五四七松了口气 连忙又道 李探长 无论你有什么问题 只要我知道的 我都会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五四七对掌控自己命运的组织 早就恨之入骨 甚至一直盼着叶晨 能够找到自己 那一脉死士的筑地 顺便将自己的妻儿家人 一起救出来 所以自然对李亚林绝对配合 李亚林点了点头 也没有过多的废话 便直入正题道 眼下的当务之急 是想办法在地图上 找出你们驻地的位置 在这之前不知道 你有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五四七摇头说道 不瞒您说李探长 这段时间 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可是组织实在太谨慎了 没有让我留下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李亚林微微一笑 拿出自己梳理好的重大自然灾害表 问他 五先生 你今年多大了 五四七忙道 回李探长 我今年大概是在36岁到38岁之间 李亚林好奇地问 你是通过什么测算出你这个年龄的 五四七解释道 在死室内部有一种悄悄被记录的立法 我们根据自己的作息 大概记录了一下时间 不过由于没有绝对的参照标准 所以还是有些误差 李亚林点了点头 道那我们就按照38岁来算 说着他把最近35年的重大自然灾害 梳理出来 一边看着条目 一边问道 从你出生到你最后一次离开筑地 你们的筑地有过迁徙更换吗 没有 五四七回答道 我出生的筑地是一个不知道在哪 也不知道多深的地下公事 这么多年都没有迁徙过 李亚林又问 那你记忆中有没有发生过很强烈的大地震 大地震 五四七想了想 开口道 有过一次比较强烈的地震 但那已经很多年了 很多年 李亚林又问 很多年大概是多少年 五四七皱眉丝寸片刻 开口道 差不多在20年左右吧 不过我的时间轴可能会跟现实有一定偏差 正负差在两年内吧 李亚林点了点头 伸手将2008华夏 2011日本 以及时间轴更近的几个条目滑掉 随后开口道 这样的话可以排除日本周边 以及滑下中部及西南部 说着 他看到2004印尼的条目 开口问道 你记忆中的那次地震 感觉强烈吗 五四七不假思索地说道 非常强烈 甚至当时给我们的驻地都带来了很大的损毁 有人因此受伤 甚至有人不治身亡 李亚林眼前一亮 有些激动地说道 那说不定是2004年印尼海啸 说着 他拿出地图 在上面找到了印尼海啸的镇源位置 口中嘀咕道 当时的镇源 在印尼西部 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有镇感 不过你那里的镇感相对强烈 应该就在印度洋周边 甚至有可能就在印尼 不过2003年 日本北海道 索罗门群岛都发生过 七级以上的大地震 2005年 巴基斯坦也发生了 7.8级大地震 你的时间轴又不够精确 这里很可能会有所偏差 说到这里 他看着547 开口问道 那次地震 你还有什么其他的线索吗 其他的线索 547沉默片刻 摇头道 没什么线索了 地震虽然比较吓人 但毕竟没人死亡 所以我们也都没有太往心里去 李亚林看了看地图 开口问道 如果你说的那次地震 是印尼那次大海啸的话 你们生活在地下 地震过后有没有 出现透水事故 透水 547琢磨片刻 忽然想起什么 脱口道 当时确实发生了透水事故 整个驻地至少灌入 20公分后的积水 后来是靠泵 把那些积水抽走的 李亚林听到这 不由地一脸激动地问他 水是咸的吗 上门龙序 夜公子 第2466章 十环和九环之间 水是咸的吗 547想了想 皱眉说道 这个我还真记不太清楚了 毕竟时间太久 不过我印象中 好像在那次之后 地面和衣服都有些白色残留物 会不会是海水吸出的盐分 李亚林点了点头 道大概率是盐分 如果这样的话 那你们当时经历的 应该就是印尼海啸了 之所以会发生透水 是因为当时的地震 引发了大海啸 周边很多国家都受了灾 这其中就包括你们的驻地 说着 李亚林在地图上圈了两个范围 开口道 这么看来 你们的驻地 有可能是在南亚的西部 也有可能是在东南亚的东部 随后 李亚林又看到几个条目 嘀咕道 印尼海啸的震源地 近些年也一直有地震发生 但级别都不算高 你们有没有震感 五四七摇了摇头 道 我不敢保证 这么多年里都没有震感 但是我能保证 没有察觉到什么明显的震感 李亚林点头道 这样的话 就意味着 你们的驻地 应该在零四年印尼海啸影响范围里 相对边缘的位置 而且还基本在附近后续地震的影响范围之外 这样的话 大概就等于在一张硕大的靶纸上 锁定了九环和十环之间的区域 这已经是个很大的突破了 说着他在地图上画了几个圈 最后将外围两个圈中间的位置 用红色马克笔标了下来 诱到虽然这些部分的面积也很大 但好在大部分都是海洋 而且你说你们的驻地 零四年的时候感觉到了震感 而且还发生了透水 那就证明你们的驻地 肯定离海岸线不远 应该就在这个环形内的某个沿海地区 或者某个海岛上 五四七看着地图上的圆环 神情有些复杂的开口说道 我们这么多年这么多人 都在试图搞清楚我们究竟身处哪里 但没有一个人知道 说到这儿 五四七忽然流下两行滚烫的热泪 任凭热泪划过脸庞 盯着那个不大不小的圆环区域哽咽道 李探长谢谢您 李亚林摆了白手 说道 现在先别着急谢我 即便是这个圆环区域 面积也是非常大的 想在这里搞地毯式搜索 实际上非常困难 而且我来之前 跟叶少爷也碰过这件事情 我觉得现在还不太适合 实际到这些区域去搜寻你们的驻地 我们把这些问题放在纸面上讨论 起码不会暴露任何线索 可一旦我们想去这个区域内 把对方找出来 就要做好被对方发现的准备 说着 李亚林又道 所以目前最好的办法 就是我们一起从纸面上找突破点 最好是能通过我们之间的配合分析 把目标范围收索到足够小 然后由叶少爷亲自去接触 五四七理解地点了点头 感叹道 组织的实力确实非常强 贸然接触 很可能会引来祸端 而且我们这么多年 都丝毫没能摆脱他们的统治 甚至连他们的真面目都不清楚 根本不知道 他们隐藏在背后的实力到底有多大 很可能比我们的想象空间还要大得多 李亚林道 你们这么多年 这么多代都没能逃离这个组织的掌控 确实令人唏嘘 说着 他看着五四七 认真道 我觉得 如果你们想摆脱这种数百年的桎 那叶少爷绝对是你们唯一的机会 只有他才有可能把你们这些死事救出来 害你们自由 是的 五四七不假思索地重重点头 满脸期待地说道 我现在最大的梦想 就是能在外面与我的老婆孩子重聚 恐怕这个梦想只有叶先生才能帮我实现 说着 他问李亚林 李探长 您还有什么办法能够让我们的驻地定位更加详细的 如果需要我提供线索 我一定知无不言 李亚林看着五四七 开口问道 你们每次都是坐飞机 外出执行任务吗 五四七点头道 对 每次都是坐飞机 李亚林问 你中途处在什么状态 昏迷 五四七如实说道 我们即将出任务的时候 会先服下让人深度昏迷的药物 再醒来就已经到地方了 李亚林又问 那你们是怎么确定每次外出都乘坐飞机的 五四七解释道 每次出任务 我会让我的妻子帮我计算时间 虽然我们的时间不太精确 但是在时间轴比较短的情况下 误差并不算大 每次出任务 我无法掌握的时间就是来回的路程 中间执行任务的时间 我自己是可以准确记录的 所以每次我回去之后 跟我妻子核对时间 用她记录的时间 减去我中间记录的做任务的时间 就是来回路途耗费的时间 一般情况下 无论是去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出任务 我们来回路上消耗的时间 都不会超过六七天 这个速度 只有飞机能够做到 李亚林轻轻点了点头 说道 不会超过六七天 也就意味着 你们的周转效率非常高 甚至你们出发的机场 很可能就在你们驻地附近 说着 李亚林又想起什么 脱口道 接下来可以分两步走 一方面找更完善的地图 包括卫星云图 把圆环区域内 所有的岛屿机场都找出来 然后把每个机场方圆十公里的区域定位 重点排查的对象 至于另一方面 就从你们的交通工具上着手 五四七盲问 交通工具怎么着手 李亚林道 虽然你们是坐飞机执行任务 但你们进美国的时候并没有过海关 对吧 因为你醒来的时候就已经到美国并且完成入境了 对 五四七点头说道 我们每一次执行任务 都没有走过海关 睁开眼就已经到地方了 李亚林继续道 别的国家我不清楚 但美国自911之后 对航空安全非常重视 所以你们乘坐的飞机 不可能直接入境美国 入境美国就一定要通过海关 所以他们一定是选了某个国家做跳板国 先把飞机飞到跳板国 然后立刻安排你们走陆路偷越国境线完成入境 顿了顿 李亚林又问道 你以前去过美国吗 五四七点头道 几年前去过一次 当时去的是洛杉矶 李亚林继续问 你去洛杉矶那次也跟去纽约这次一样 醒来就到地方了 并且来回路程不超过六七天 对吗 五四七点了点头 对 李亚林微微一笑 说道 入境美国必须偷渡 而且偷渡只有两种途径 要么走海路 要么走陆路 但如果是海路 那来回不超过六七天的时间 根本不可能实现 所以我感觉你们肯定是飞机 先飞到跳板国 然后走陆路 偷渡入境 接着 李亚林又道 美国只有墨西哥和加拿大这两个邻国 如果走陆路 必然是这两个国家其中之一 但加拿大的航空管制也非常严格 所以你们的飞机 如果选择加拿大做跳板国 也绕不开 必须通过海关的流程 但墨西哥情况就不一样了 墨西哥相对要混乱的多 一架飞机避开海关 直接在墨西哥某地降落的可能性 应该还是非常大的 我基本可以确定 你们的驻地在南亚西部 或者东南亚东部的沿海地区 或者海岛 附近距离机场不远 而且你们前往美国执行任务 飞机应该是先飞到墨西哥 然后再通过陆路 把你们转运到纽约 而且这个组织 在墨西哥肯定有另一批手下 常住在那里 我想墨西哥应该有我想要的线索 闻龙旭 叶公子 第2467章 抽丝包检 墨西哥 五四七听了李亚林的分析 连忙问道 李探长 您的意思是 我们去美国执行任务 飞机是先降落在墨西哥 然后再通过陆路进入美国本土 对 李亚林点了点头 开口道 这是我感觉最靠谱的一种方式 其他的方法都太困难了 他们既然是用飞机运输你们这些死事 就必须要有降落场地 美国和加拿大都不可能让他们绕开海关悄悄入境 也只有墨西哥具备这种条件 五四七不解的问 飞机进入墨西哥 难道就不需要通过海关吗 李亚林解释道 飞机入境要经过两关 一个是空管 一个是海关 空管是飞机落地前管控飞机 海关是飞机落地后管控乘客和货物 在全世界范围内 没有任何人能够完全隐藏飞机的行踪 除非他不要命了 因为现在的民航客机密度太高了 飞机航行必须要接受空管安排调度 否则很有可能发生撞击 所以我推测 当初送你们的那架飞机 肯定是正常注册的飞机 并且以合规的手续申请了航线 说着李亚林又道 但他们选择墨西哥的好处是 飞机落地之后 要搞定墨西哥的海关 把你们这批死士运出来 肯定比美国和加拿大要简单太多 五四七轻轻点了点头 问李亚林 李探长 那接下来要做的是什么 您刚才说飞机无法隐藏行踪 那就从飞机着手调查吗 对 李亚林道 从你们到纽约的那天开始 往前推三到五天 把这几天里 所有进入墨西哥境内的飞机 都梳理出来 你们乘坐的那一架 应该就在其中 剩下的就是如何筛选了 这个工作量应该很大 一直没说话的万破军 这时候开口道 李探长 从您这个圆环的位置 飞到墨西哥的任何一个地方 至少都在一万六千公里以上 绝大多数的飞机都飞不了这么远 你觉得他们是直飞到墨西哥 还是中间另有落脚点 蜻蜓不挤 李亚林表情严肃地说道 我倾向于直飞 对他们来说 蜻蜓需要增加额外的起降 不但浪费时间 更有很大的风险 你想象看 就算是再强的武道高手 一旦把他们全装进一架飞机里 也有被人一窝端掉的风险 试想一下 若是飞机在起降过程中被人击落 什么样的高手能在坠机中存活下来 万破军只感觉后背一凉 开口道 如果真是飞机坠毁 每小时几百公里的速度 再加上超过百吨的重量 几十吨的燃油 恐怕再强的武道高手 也不可能活得下来 说着 万破军又道 能飞这么远距离的飞机 基本都是大型客机里的超远程客机 正常情况下 能飞一万六千多公里的客机 也就波音777和空客A350的超远型号 如果李探长觉得他们大概率是先降在墨西哥 那我们把那段时间进入墨西哥境内的飞机摞出来 重点查一查 这些超远程客机 应该能排除掉大部分航班信息 如果符合条件的航班信息里 有从你刚才画的那个圆环地区或者附近起飞地 那就是重点怀疑的对象 李亚林眼前一亮 开口道 这个线索很有价值 能省掉很多麻烦 万破军便道 那我这就让人查一下那段时间的墨西哥飞机入境记录 李亚林连忙说道 万电主 调查飞机入境记录并不难 但你能确保你调查的渠道百分百稳妥吗 放心 万破军点头说道 万龙殿的信息渠道保密级别非常高 况且我们有很多防火墙 李探长大可放心 李亚林轻轻点了点头 嘱咐道 对了万电主 还要把所有入境的货机信息也梳理一下 没问题 很快 一份密密麻麻的文件就送到了万破军的手里 这份文件记录了纽约事发之前五天之内 所有入境墨西哥的航班信息 由于绝大部分入境航班都是中小型飞机 所以航程在一万五千公里以上的机型本就只占少数 所以梳理下来 一共也就不到一百个架次 而这不到一百个架次的航班里 客运飞机占了八成 货运飞机占了两成 不过由于李亚林华书的那个圆环位置 大概在南亚和东南亚 这些地方与墨西哥之间直飞地客运飞机 一架都没有 而这五天时间里 也只有一架从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 起飞地货运飞机 这架货运飞机的型号 正是万破军刚才提到的波音 777超远程客机改造而成的 从入境信息里可以看到 这架飞机是在纽约事发前第四天晚上从科伦坡起飞 经过了20个小时的飞行 在事发前两天的凌晨抵达墨西哥的边境城市蒙特雷 降落在了蒙特雷国际机场 入境信息中还显示 这架飞机入境申请里 填写的货物是斯里兰卡特产的茶叶和咖啡豆 黎亚林看到这信息之后 便有些激动的说道 大概率就是这架飞机了 万破君也非常赞同的说道 这架飞机是波音777-200LR 是波音航程最远的飞机 适度改造 飞两万公里也不是不可能 而且客机改装的货机很常见 但是按理说 不应该用超远程客机来改装 超远程客机因为增加了更多的燃油储备空间 可用的商用载荷本来就不大 用这种飞机改货机 就是不在乎载荷 只在乎效率 这种机型基本上可以从直飞地球上任意两个机场 说到这 他微微一顿 又道 李探长 这款飞机看来就是为了做全球机动而准备的 结合那个神秘组织之前的行为特点 我觉得你这一系列推断 包括这个结果 都是正确的 他就是我们要找的目标 李亚林点点头 我也觉得就是他了 万破军不由赞叹道 李探长 你真是了不起 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能锁定对方使用的飞机 这个神秘组织恐怕做梦都想不到 他们会暴露的这么快 李亚林认真道 主要还是有五四七在 有他在 才能逐渐帮我锁定线索 同时帮助我进行交叉比对 这个组织肯定没想到 他们的死事竟然有人能活下来 而且他们也不会相信 死事能够泄露任何有用的关键信息 更想不到会有人查到他们的飞机 如果没有五四七的信息 我们甚至会以为这些死事都来自美国本土 而且正常来说 就算有人在调查忽然出现在美国的几十名死事 也绝不会想到这和一架斯里兰卡飞墨西哥的正规货运飞机有关 他们更想不到 我们可以利用过去这么多年的地震信息 锁定死事的大概位置 从而一点点缩小范围 万破均感叹道 信息固然重要 但是您这种能从有限的信息里抽丝包检不断缩小范围的能力 才是找到线索的关键 所以您被称为华人神探 不是没有道理的 李亚林谦逊一笑 随后指着这架货运飞机的注册号和所属公司 开口道 对了万店主 这架飞机的注册号是9V开头 如果我没记错 这是新加坡航空器的注册编号 所以这架飞机肯定是注册在新加坡的 归属显示它的公司是8Airlines 麻烦万店主查一下这家公司注册在呢 以及公司的公开信息 既然它是一家正常注册的公司 那公开信息应该还是比较容易查到的 好 万破君也有了一种拨开迷雾见月明的感觉 难眼激动地说道 李探长稍等 我这就用电脑查一下 说吧 万破君打开自己的笔记本电脑 在新加坡的企业信息查询网站上 搜索查询了这家注册名为8Airlines的公司 信息显示 这家公司就注册在新加坡 是一家中文名叫远泰国际速运的航空物流公司 这家公司一共有三名股东 看名字都是华人 公司名下一共有6架注册在岸的货运飞机 而且清一色全是波音777的超远程版本 万破君查到这些信息之后 对李亚林道 李探长 如果找到这三名股东 是不是就能挖出那个神秘组织的线索 李亚林神情凝重地说道 我觉得这三个股东应该都是虚假身份 这么谨慎的组织不可能在这个环节留下任何与人有关的实质性线索 之所以必须注册一家公司 必须把每一架飞机都注册在岸 也是他们不得已而为之 毕竟航空安全是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很重视的大问题 如果没有完备的手续 他们的飞机根本飞不起来 万破君问他 那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办 李亚林想了想 开口道 我来之前见过叶少爷 我和他都觉得 暂时不要在调查的过程中 跟对方产生直接接触 以免提前暴露 所以我还是跟他汇报一下吧 看看他有什么想法 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2468章 盯紧他们 此时的叶晨已经回到了普罗维登斯 萧初然照就按时上课 而他则一个人呆在酒店的总统套房内 等着李亚林的消息 虽然叶晨像救世主一样救了李亚林的命 但他的心里是佩服李亚林的 他佩服李亚林的缜密思维以及细致入微 能从其他人想不到的地方寻找突破点 正是他的这种能力造就了他华人神探的美誉 而他试图利用巨大自然灾害的线索来逐步定位死是所在驻地的想法 在叶晨看来也确实极为使用 所以他相信李亚林到叙利亚见到五四七之后 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将线索逐步清晰 李亚林也没让叶晨失望 一个电话打给叶晨 让叶晨整个人精神为之一阵 接通电话 叶晨第一句便问他 李探长有什么收获 李亚林忙到 叶少爷眼下是分析出了一些线索 不过后续该怎么办 还要您来定夺 说着 李亚林便将自己与五四七万破军一起分析调查出的情况 详细地汇报给了叶晨 叶晨没想到 李亚林竟然这么快就梳理出了这么多有价值的线索 首先是五四七这些死是所在的位置 目前可以确定大概率就在南亚 尤其是斯里兰卡 东南沿海 以及斯里兰卡周边海域岛屿的可能性最大 这个范围相比全球来说 已经算得上是非常精确了 如果真想在这个范围内寻找 应该也不是什么难事 其次是那个注册在新加坡的远泰国际速运公司 在叶晨看来 这家公司的职能 大概率就是专门为这个神秘组织运送死士的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线索 就是远泰国际速运公司名下注册的六架波音超远程飞机 掌握了这六架飞机的注册编号 理论上就掌握了这个神秘组织的死士调动 李亚林汇报完这些 对叶晨说道 叶少爷当下有两个方向可以深入调查 一个是在目前锁定的区域内寻找死士的驻地 然后对死士驻地的掌管者进行监控 再一路顺藤摸瓜 找到神秘组织真正的核心成员 另一个是先把远泰国际速运的实控人找出来 对他们进行密切监控 我个人感觉 这个远泰速运 大概率就像您那个服毒自杀的小舅妈一样 是这个神秘组织在外界的白手套 大概率都是这个神秘组织的外围成员 亦或者是比五四七这些死士更高一级的另一种死士 从他们这条线往上找 应该也能找到组织的线索 叶晨思存片刻 开口道 李探长 这两个方向暂时都不用查了 这个组织能存在几百年 肯定早就做好了多重防火墙 一旦任何一重防火墙出了问题 都可以立刻断开所有联系 几乎不会留下什么线索 说到这里 叶晨又道 相比之下 我们现在什么防火墙都没有 就像你之前说的 一旦开始有实质性的接触 那接触就必然是相互的 到时候对方只要抓住一点线索 就能够把我身边所有的人都查得一清二楚 我不怕死 况且我也有足够的自保能力 但我没能力确保我身边每一个人都不会遇到危险 李亚林听到这里 忍不住问 叶少爷 那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呢 总不能就这么停下来吧 那就很难再有新的进展了 叶晨微微一笑 说道 李探长 我们还有另一个方向可以深入 李亚林下意识地问道 什么方向 叶晨道 盯紧这个远泰速运公司名下的六架飞机 说着 叶晨又道 他们做梦都不会想到 这个速运公司以及这六架飞机都已经暴露了 这就是我们手里目前最大的优势 只要他们没有察觉到暴露 这六架飞机就会继续为这个组织服务 而且既然航空信息都是公开的 那他们往后每一次调动飞机 即便掩饰的再好 在我们面前都形同虚设 我们要做的就是严密监控这六架飞机的动向 一旦他们的飞机动了 就代表他们肯定在座人员或者物资的调动 所以要记录下每一架飞机起飞地时间和地点 然后再追踪飞机的目的地 李亚林立刻说道 没问题叶少爷 我会严密监视这六架飞机的动向 一旦他们有动作 第一时间通知您 叶晨微微笑道 监视的事情就让破军安排人去做吧 李探长你就负责坐镇后方指挥 顺便分析汇总过来的情报 从所有情报中书里有价值的线索 好 李亚林不假思索地说道 我会跟万店主密切配合 好 叶晨满意地笑道 那就辛苦李探长在叙利亚多待几天 让破军给你准备一间卧室和一间办公室 电话那头传来万破军的声音 叶先生放心 属下已经安排好了 这几架飞机我也已经让情报人员密切关注了 根据这六架飞机最近一次的飞行记录 他们目前分别位于新加坡 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 墨西哥边境城市蒙特雷 尼日利亚港口城市拉格斯 塞浦路斯港口城市拉奈卡 以及巴西的港口城市 纳塔尔 叶晨眉头微醋 凭借自己对世界地图的记忆 开口道 斯里兰卡在南亚 墨西哥在北美 尼日利亚在西非 塞浦路斯在南欧 巴西在南美 新加坡在东南亚的咽喉 说到这 叶晨又道 除了新加坡是发达国家之外 剩下的五个国家 都是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 应该是这些国家在整体管控上 有更多的漏洞可以钻 而且这些地点散布世界各地 要么是这些地方附近 都有他们的死事驻地 要么就是故意分散布局 以便随时随地在全球范围内 做机动调度 紧接着 叶晨又自问自答道 不过目前看 前者的可能性不太大 毕竟他们派五四七去美国的时候 是从斯里兰卡飞到墨西哥 如果他们在墨西哥附近有死事的话 应该不会舍尽求援 万破军开口道 叶先生 我会让人盯紧这六架飞机 有任何动向 都会第一时间向您汇报 好 叶晨笑着说道 给我盯紧他们 一旦有明确动向 就告诉我 要是我时间地点都比较方便的话 到时候可以去给他们送点惊喜 万破军惊呼道 叶先生 您不是说暂时不做实际接触吗 叶晨微微一笑 说道 我是希望李探长保持无接触的单方面调查 不要在调查的过程中 如果遇到和你一样的死事 我可以给他们一个机会 但前提是他们必须要能为我所用 五四七脱口道 叶先生您放心 如果您愿意给死是一个向组织复仇的机会 我相信任何一名死士都不会拒绝为您效力 若是您能把他们从数百年的枷锁中解救出来 他们就算为您慷慨赴死 也绝不会有半分迟疑 好 叶晨爽快地说道 既然如此 那我可以给他们一个机会 话音刚落 万破军脱口对叶晨说道 叶先生 刚刚收到消息 其中一架波音777 已经申请了四个小时后 从塞浦路斯的拉纳卡机场起飞 叶晨脱口问道 能看到他们申请的目的地吗 万破军道 目的地是北欧第二大城市 伯根 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2469章 偷他一波 北欧 听到北欧两个字 第一个浮现在叶晨脑海中的 便是刚刚新王 加冕不久的海伦纳伊利亚特 于是叶晨便问万破军 你说的伯根 距离北欧首都奥苏城有多远 万破军回答道 四百公里左右 叶晨听闻 稍稍放心些许 四百公里 看来那个神秘组织 这次的行动目标 应该和海伦纳无关 随即 他开口说道 既然是从塞浦路斯起飞 那大概率和547的驻地无关 有可能是另一批死士 也说不定 说着 叶晨问万破军 破军 波音777 从塞浦路斯飞到 伯根需要多久 万破军忙道 叶先生稍等 我查一下地图 说吧 在电脑上查询片刻 开口道 叶先生 航线距离 大概在四千公里左右 算上起飞降落 估计全程需要将近五个小时 五个小时 叶晨点了点头 嘀咕道 如果从纽约飞北欧 首都奥苏城呢 万破军在地图上 标定出距离 开口道 叶先生 大概在六千公里左右 民航飞行七个半小时 叶晨淡淡道 六千公里 如果让协和式可机飞 也就是两个半小时 再从奥苏城 做直升机过去的话 一个半小时 就能到伯根 看来时间还是很充裕的 万破军惊呼道 叶先生 您这是打算去北欧吗 叶晨笑道 没错 我打算过去会会他们 顺便偷他一波 不过为了谨慎起见 我打算先用协和式可机 飞到北欧的首都奥苏城 然后再转乘直升机去伯根 不过我的速度更快 肯定会比他们 更早一步抵达伯根 万破军忙道 叶先生 他们的飞机 还要四个小时之后 才会起飞 而且塞浦路斯 与叙利亚的直线距离 只有三百多公里 属下如果 从叙利亚飞过去 不会比他们远太多 不如属下 现在也赶过去 提前抵达 奥苏城 奥苏城与您会合 助您一臂之力 叶尘想了想 开口道 破军 如果对方还像上次 在纽约一样 一定会先让死士 陷入昏迷状态 然后再把他们 偷偷运到北欧 这就意味着 他们除了飞机上的人之外 在北欧一定有接应 所以一开始 绝对不能打草惊蛇 说吧 叶尘又道 不过 届时如果 真动起手来 确实需要人 来打扫战场 这样吧 你带二十名精兵 立刻准备起飞 先直飞奥苏城 你们到奥苏城之后 立刻就地分散 隐藏 等我号令 如果我需要 你们善后的话 届时自会 跟你们联系 如果我不跟你们联系 你们就在奥苏城 晚两天 随后陆续撤离 万破军 立刻恭敬地说道 好的叶先生 我这就安排 即可出发 在叶尘看来 既然刚好赶上 对方有行动 那就一定要去探探虚实 虽然这个神秘组织 以及他们麾下的宿运公司 现在还根本不可能知道 他们已经暴露 但为了谨慎起见 叶尘还是打算 借北欧首都奥苏城 来隐藏行程和线索 毕竟飞机飞行 个人入境 都会有留下记录 虽说对方眼下还不可能知道自己败路 可一旦折损的次数多了 一定会察觉到异常 如果他们到时候回过头来 一定会仔细调查每一次任务 失败前后的相关线索 在顺藤摸瓜 寻找罪魁祸首 如果对方阵营里也有一个心思 如李亚林这么缜密的人 那很可能会把线索一点点聚焦到自己身上 所以叶尘出于谨慎起见 打算让已经作文 北欧女皇大卫的海伦娜帮个忙 海伦娜这个北欧女皇 和她背后的北欧皇室 虽然只是北欧人民的吉祥物 但皇室毕竟是皇室 就算是已经君主立宪了 皇室该有的特权还是有一些的 所以叶尘打算 自己和万龙殿的将士都先飞到奥苏城 让海伦娜用皇室的渠道 把自己悄无声息地送到伯根 如果有需要的话 再把万破君和其他人也一并送去 如此一来 就能引去众人从奥苏城去伯根的所有官方记录 让线索彻底断开 这对海伦娜来说应该不是难事 于是叶尘便挂了电话 又给海伦娜打了过去 此时此刻地处北欧的海伦娜 刚在皇室管家的陪同下 从一所特殊学校出来 坐进了自己的专车 最近这段时间 海伦娜一直努力增强 自己在北欧民众面前的曝光度 所以频繁组织和参与各种慈善活动 今天的活动便是前往一所特殊学校 慰问那里的残障儿童 刚结束活动的海伦娜 有些疲惫地坐在皇室的专车里 正想着趁机闭目休息片刻 手包里的私人手机忽然震动起来 她将手机拿出来 发现打来电话的是叶尘 她整个人的疲惫顿时一扫而空 表情也立刻浮上几分 期待与修难 海伦娜按下接听键 语气有些雀跃地开口道 叶先生您好 海伦娜 叶尘微笑问道 这时候打电话有没有叨扰到你 海伦娜连忙道 怎么会呢 叶先生 您任何时间打电话来都不是叨扰 那就好 叶尘直入正题 海伦娜 打电话来是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 海伦娜不假思索地说道 叶先生您请说 叶尘问他 我如果今晚直飞奥苏城的话 你能不能安排一架直升机 不留任何痕迹地把我送去伯根 海伦娜惊喜地问道 叶先生 您要来奥苏城吗 叶尘恩了一声 道 主要是去伯根 但需要在奥苏城中转一下 但是又不能留下任何可供查证的痕迹 海伦娜立刻不假思索地说道 北欧皇室在伯根有一处行宫 刚好我要去伯根出席一场慈善活动 如果你跟我一起飞去伯根的话 绝对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就连我乘坐的直升机都不会留下任何飞行记录 叶尘没想到海伦娜刚好要去伯根 于是便问他 你什么时候出发 海伦娜回答道 我任何时间都可以 只要明天能到伯根就行 说吧 他问叶尘 叶先生 您大概什么时间到奥苏城 叶尘看了看时间 道 我大概三个小时后 从普罗维登斯起飞 两个半小时到奥苏城 海伦娜道 那差不多就是奥苏城时间的晚上十点钟了 到时候我在奥苏城等您 如果您不着急 立刻去伯根 可以先在皇宫住一晚 如果着急的话 我们可以连夜坐直升机飞过去 叶尘立刻道 那就直接过去吧 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2470章 又见海伦娜 由于协和式客机的航速快 而且对方那架飞机申请的航线 是四个小时后才起飞 叶尘猜测他们是有意要等到 深夜再抵达北欧伯根 于是便没有着急 立刻动身 他让洪武和陈泽凯两人 与协和客机一起 从纽约转场至普罗维登斯 同时在普罗维登斯机场等候 而他自己 则是等到萧初然从学校回来 才以纽约客户的工地出了事故 请他临时去看看风水为由 告知萧初然自己今晚要去纽约一趟 萧初然本是不希望他这么劳累 但叶尘告诉他 对方为了救他的妈妈马兰出狱 动用了不少关系 所以自己欠了对方一个大人情不得不还 萧初然便只能无奈地答应下来 随后叶尘告别了萧初然 独自驱车前往普罗维登斯机场 此时的普罗维登斯机场 已经被飞红的晚霞所笼罩 机场内叶家的协和式客机 以及红武陈泽凯都已经在此等候多时 叶尘登机之后 陈泽凯便立刻上前 开口道 少爷已经跟塔台打过招呼了 咱们随时能起飞 叶尘点了点头 开口道 那就直接起飞吧 陈泽凯立刻前去通知飞行员 一旁的红武则一脸好奇地问叶尘 叶大师 咱们去北欧是去做什么啊 叶尘随口笑道 去阴人 红武黑黑一笑 从袖口里掏出一把封了软素料壳的手术刀来 一脸认真地说道 您之前说 我最近没跟在您身边 西方世界就少了许多人体书法作品 今儿我来之前 特地找了一把衬手的创作工具 不知道能不能派上用场 叶尘哑然失笑 开口道 能不能派上用场 我还真不是很清楚 不过你既然都把工具带上了 那就等到了北欧再看 只要有机会 一定让你好好发挥 红武乐呵呵地点头道 那就好 那就好 很快 飞机便在跑到上方腾空而起 向着六千公里外的北欧首都奥苏城飞去 当远泰国际速运 那架波音777还在欧洲上空飞行的时候 夜晨乘坐的协和式客机 已经平稳降落在了澳苏城国际机场 此时此刻 北欧皇室的皇家车队 已经在机场内部等候 由于皇室已经向机场和海关报备 所以夜晨等人 被以皇室贵宾的身份 直接带离了机场 向着北欧皇宫驶去 此时的澳苏城 已是深夜凌晨 从机场到皇宫的沿途 车辆稀少 车速飞快 盛装的女皇海伦娜 此时已经在皇宫内 焦急地等候 而她的奶奶 也是刚刚退位不久的老女皇 眼见海伦娜 在原地不停跺步 神色混杂着激动 兴奋 紧张与忐忑 她便忍不住 开口道 海伦娜 你对夜晨的心思 还没有转变过来吗 转变 海伦娜 忽然停住脚步 一脸认真地 对老女皇说道 奶奶 我对夜晨的心思 这辈子都不可能转变了 老女皇抿了民嘴 吃一片刻 才开口说道 海伦娜 你心里肯定很清楚 你跟夜晨 是很难走到一起的 不只是她已经结婚了 这么简单 你现在是北欧女皇 你未来的夫君 只能是欧洲皇室 或者宗亲贵族 否则的话 民众的内心 是接受不了的 海伦娜 坚定不移地说道 奶奶 这件事 我早就表过态 如果我真能有幸 与夜晨走到一起 就算人民 是我为北欧的罪人 我也心甘情愿 老女皇 无奈地问道 你难道不顾忌 皇室的形象 海伦娜摇了摇头 笃定地说 我早就给自己的将来 做了两种打算 如果我能与夜晨走到一起 那我随时可以为此放弃皇位 甚至放弃皇室身份 如果我不能与夜晨走到一起 那我就单身一辈子 一辈子为北欧 以及北欧人民 鞠躬尽瘁 将来也做一个 像伊丽莎白二世那样 受人爱戴的女皇 老女皇脱口道 皇位是需要有继承人的 你要真单身一辈子 将来谁继承北欧皇位 海伦娜笑道 没事 真到了那个时候 就去其他国家 借一个王子或者公主过来继位 老女皇认真道 那是下下策 因为那样的话 北欧皇室就不姓伊利亚特了 说着 她集中生智 脱口道 对了海伦娜 你之前不是说 如果夜晨愿意 你愿意给她生个儿子吗 海伦娜的脸 瞬间红了起来 朵朵闪闪的说道 奶奶 你 你提这个 做什么 老女皇认真的说道 这就是个好机会啊 管她有没有老婆 或者愿不愿意 跟你在一起的 先想办法 怀上她的孩子 到时候就对外界 说你身体抱恙 需要休养一段时间 等生完孩子之后 你再重新回归 大众视野 到时候就跟大家说 你得了一场重病 刚刚痊愈 至于你生的孩子 我们可以先将她 偷偷养在皇宫里 等她需要上学的时候 给她一个假身份 安排她去海外读书 等将来你年纪大了 需要继承人的时候 就把她推到大众面前 坦诚不公地说 这个孩子是你在当初休养的 那段时间所生 然后给孩子一个合法公开的身份 再把她立为皇位继承人 奶奶 海伦娜 羞骚不已地说道 你到底在说什么了 老女皇上前一步 拉着海伦娜的手 认真道 海伦娜 是关北欧皇室 以及伊利亚特家族的延续 这种情况下 千万不要只想着害羞 你一定要先怀孕啊 说着她又非常认真地说道 你看 夜晨虽然结婚了 但是她还没孩子 如果你能怀上她的孩子 对你们两个人的感情 也是一个巨大的促进 到时候你不但有了血脉的延续 还与夜晨有了一个共同的结晶 如此一来 你们俩的关系 肯定也能更进一步啊 海伦娜眼中有光泽在不断闪动 可她依旧羞骚地连声说道 奶奶你实在是太疯狂了 我还年轻 还远没到必须结婚 或者必须生孩子的阶段 老女皇握紧她的手 郑重其事地说道 海伦娜 这件事越早谋划越好啊 海伦娜连忙摆手道 奶奶 这个还是以后再说吧 老女皇还想说什么 管家这时候跑进来 开口道 女皇陛下 车队回来了 海伦娜听闻这话 顿时欣喜不已地说道 我去看看 说吧 便第一时间亲自跑出去迎接夜晨的到来 虽是夏季 但奥苏城的夜晚仍旧有些凉意 但海伦娜却穿着陆间的西方宫廷长裙 美艳得如同一朵完美且高贵的玉金香 见到夜晨从车上走下来 海伦娜最近才逐渐培养出来的女皇气质 当然无存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情斗初开的少女 见到心上人时的激动与雀跃 她提着裙摆向着夜晨飞奔 皇室的管家下意识想跟上来 却发现自己根本就追不上她 老女皇腿脚没那么利索 一边不紧不慢地往外走 一边看着海伦娜飞奔而去的身影 无奈地摇头 轻轻叹息 海伦娜飞奔到夜晨面前 一双深邃的眼眸之中满是欣喜 激动地说道 夜先生好久不见 夜晨微微一笑 客气地说道 好久不见 老女皇此时也走到跟前 十分恭敬地对夜晨说道 夜先生您好 夜晨看着老女皇 轻轻点了点头 笑问 伊利亚特女士 您最近身体还好吧 老女皇见夜晨如此关心自己 有些受宠若惊地说道 多亏了您当初送的那份回春单 我现在的身体状况非常好 夜晨笑道 那就好 一旁的海伦娜连忙道 夜先生 直升机已经准备好了 您在电话里不是说要直接飞去伯根吗 要不我们现在就出发 好 夜晨不假思索地点了点头 随后又对海伦娜说道 稍后万龙殿的万破军会带一批万龙殿将士抵达奥苏城 辛苦你帮我额外再准备一架重型直升机 如果有需要 到时候把他们也送去伯根 没问题 海伦娜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说道 夜先生 时间紧急 要不我们先出发 这件事让管家来帮忙落实 夜晨点点头 看向一旁的老女皇 认真道 伊利亚特女士 等我忙完手头的事情再回来看您 老女皇连忙说道 好的夜先生 我在奥苏城等您的大驾光临 很快 夜晨便带着红武陈泽凯 与海伦娜一起坐进了一架大型直升机 飞行员娴熟地操作直升机起飞 随后便朝着伯根一路狂奔 直升机上 夜晨看着窗外奥苏城的夜景 问身边的海伦娜 对了海伦娜 你说你明天在伯根有慈善活动 具体是什么时间需要我去给你捧场吗 海伦娜尴尬地说道 这个这个不瞒您说夜先生 其实我 其实我在伯根 没什么慈善活动 之所以这么说 主要是想陪您去一趟伯根 我现在毕竟是北欧的女皇 您在这里万一有什么 我能帮上忙的 我也能及时帮您处理 夜晨微微一愣 海伦娜见词 连忙解释道 我不是有意要骗您 本来我是想真安排 一场慈善活动的 但是 但是我担心您明天 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 万一我真去做慈善活动 可能就没法 随时响应您的需求了 所以 所以还请您 不要生气 夜晨回过神来 笑道 我不是生气 只是没想到 谢谢你海伦娜 谢谢你 海伦娜